在工廠的燃燒的時候 其實它會產生很嚴重的空污 包括有鹹風微粒 細鹹風微粒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等 很多種有毒的氣體 那另外如果說工廠裡面含有一些PVC的塑膠 它在燃燒的時候 它就可能會產生大耀心 然後我們知道說大耀心 它就是人類確定致癌物 長期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那短時間大量需要大耀心 也可能會產生一些皮膚病變 肝功也一常都會 那工廠裡面如果有一些鋁電池 鋁電池一到火災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氣體叫那個氛化氫 氛化氫對肺部有傷害 如果大量的細道也會傷害到我們的肺部 甚至呼吸衰竭 那氛化氫如果碰到水的話 它會產生氫浮酸 然後氫浮酸是一個高腐蝕性的物質 就我們俗稱是化腐水 那所以還是建議說在那工廠附近的民眾 要盡量不要外出 然後家裡的門窗都要把它拉下把它緊閉 那如果說一定要外出的話 記得一定要戴火照 最好是戴NG5火照 因為這對於那些敏感族群 像氣喘的病人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患者 更加重要 如果民眾真不小心吸到那個氣體 然後覺得胸悶不舒服會喘的話 那就不要勇氣趕快送到一夜來做治療 那你掌控的是發生在新北市深坑的火警的最新進度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就是在燒起來的這個現場 原本的聯動倉庫是從地下室開始燒 現在竟然是連二樓也竄出了濃濃的黑煙 而且現場可以看到其實呢 整個消防隊員還是不斷的在控制火勢當中 避免這火勢是擴及的更大甚至波及附近的店家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滅火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的廢氣被燒毀的東西都被拉了出來 我們仔細來看其實包括了水壺 還有他們那些電鍋 甚至連電話也都來在這現場 發展的是旁邊還有非常大量的像這樣子的電紋拍 也都全部都燒爛了 甚至有消防隊員說 其實裡面有非常大量的電池 甚至還有一些藍牙耳機等等 幾乎都是電子產品 而現在全部都複製一具 而且幾乎都是燒的焦黑不堪 堆在這個位置呢 就像是小山一樣這麼的高 那在今天上午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周遭的居民 周遭店家回到了現場來查看 發現說呢 其實現場這個倉庫還是持續的悶燒當中 而且農業還是不停的竄出來 就現在都還不太確定說 到底裡面燒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這個火勢都還在緊急的控制當中 不過周遭居民是表示說 這個起火的這一棟倉庫呢 其實已經在這邊營業了大概十幾年左右了 昨天老闆呢在這邊一直站到凌晨 都才回去才回去休息 而到底這一些到底是怎麼起火的 其實目前火調人員還要在進一步釐清 不過可以知道是這個濃煙 其實因為燃燒店的產品 有非常的多的臭氣 也讓周遭居民整夜都是有被影響 也提醒居民在這個地方 今天要戴好口罩來保護自己